我们今天要来到一个 特别的地方5AM Workout Studio 终于要来这边朝圣了 我竟然把我的车拿过来给佑圈 我要换靶带还有空力靶 还有我的卡锡要装扣片 对那我们就去开箱5AM吧 在眷村里面 黄埔新村 要脱鞋吗? 脱! 看看这是谁 嗨! 这是男霸天 标记巨家 好久不见大家 对啊这就是我生活的地方 猫呢?猫去哪里了? 猫 猫可能在某处 这里啊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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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店的公关 嗨 小胖 要不要到我们家玩 我们家里是橘猫 这边是办公空间 这边是他们的办公空间 然后这边就是后来加盖的房子 它其实是后来住在这边的户 住户自己在加盖 所以这边就是你在保养老祭师工作的地方 我车已经加在上面了 等一下 又全要帮我更换我的把手 还有我的把带 把带已经磨损了 交给老祭师了 如果你有ZIP的话也可以帮我换一下 没有 就是在你做的东西 介绍一下5AM的保养的计费方式 保养 就是用公司去计费啊 为什么用公司来计费 因为用公司计费 其实是对客人还有对店家 其实都是比较好的保障啦 一般的车店他可能收保养费用 他全保养的费用 他只可以收3000、3500、5000 可问题是你的车 如果自己平常都在擦拭那些 有在轻的话 也许你的车一、两个小时就做完了 但是他还是给你收养费用 所以我这边如果用公司去计算的话 就是你的车子可能自己平常车架会差 然后握把带这边 你当然也都会保养定期会换 那其实你车子牵过来 我这边换做洗船东 或是检查 跟细节的部分的话 你可能就只是单纯 只需要2到3个小时公司 就结束 对那这样其实 对于消费者来讲 其实是相对是比较有保障 这来讲当然就是做了多少事情 花了多少时间 然后收多少钱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这比较公平啊 就是对济师和对消费者来说 是比较好的一种模式 只不过刚好 就像我刚刚说 光那个头管 搞了三四个小时的时间 对济师来讲 他也是消耗了那四个小时 对 同样的那个下午 他处理的另外一台车 也许就要被塞到晚上 他必须要加班 那他也是应该要有那个 相对的 酬劳要拿到呢 对啊我觉得这是对双方的比较公平的部分 真的 对 如果有需要保养的话 可以来到5AM保养 非常经济实惠 我现在 就是逼他一小时之内保养完 哈哈哈哈 这是Lake旧的鞋子和 Shimano新的鞋子 尺寸差蛮多的耶 卡丁 卡丁啊卡丁 因为我穿的的确是比较舒适的 好 对 你之后如果还是喜欢Shimano 应该是不用宽 这样那么大 不用宽楦 不用宽楦 我以为我这是宽的 但我左脚会比较宽 可以抹 好 卡鞋扣片扣好了 明天就用新卡鞋骑车啦 宥全正在帮我把旧的靶带 还有把手拆掉 我要换上空力靶和新的靶带 预估需要多久的时间 十分钟嘛 哈哈哈哈 你买口在右边 哈哈哈哈 我想问说 你组装的资历有多久了 感觉算 十几 超过十啦 超过十年 应该说进入自行车的产业 也有四年 但是期间其实都 一定都会碰到这些 就前几年都在主车 之前的轮主就是 他借给我的 哈哈哈哈 但我还是不会念他的名字 郑切兰你应该怎么念 卡鞋扣根 卡鞋扣根 对 他其实不是英文 所以你怎么念大家都没有什么错 但是他就是台湾族的族语 他其实念起来应该会是像 卡鞋扣啊 对 他就是北大武山的意思 我用的是这个 坡道上的蛇 真的在爬坡的时候像是 蛇一样的清 灵活和清 轻巧 大家可以 有机会的话可以试试看 那这位老技师现在要做什么 现在已经把我的靶带 所有的线全部都拆掉了 接下来就是换空力靶的部分了 没错 好 好 好 哈哈哈哈 辣椒 哈哈哈哈 我绝对不会卡的 哈哈哈哈 可恶 哈哈 对 感谢强哥的空力靶 我拿了许久 现在终于把它换上去了 那如果自己一般人要学 穿线的话 算简单吗 这问题好难回答 哈哈哈哈 如果车架都有穿好内线 可以吃着自己摸索 但是也没有想像中的 这么好走 因为像走线他有一定的概念 有技巧 对 有些人他很喜欢想把前面缩到很短 可是其实 他前面原本就要留一些长度 所以 你光穿线 穿过去是一回事 你一开始穿的 你大概 可能半天年穿不过去吧 哈哈哈哈 如果没有内管的话 我看有些人会要求前面要收得很漂亮 前面的地方 其实像这样子 你车子原本留的线 就还蛮漂亮的啊 就是 一个标准走线 如果把这个弄过去 反正前面就是前刹车 后刹车 前变速后变速 就是依序这样把线跌过去 但重点是要让车子可以在 左右转一定要有空间 所以有些人他会收得太短 比如说转到这边 他现在贴住车架 那个其实都太短 视觉上好像看起来很俐落 可是其实他不是一个 不在安全范围内 你的车子操控一定会有问题 那成为一个合格的祭司 需要多久的时间 多久 对啊 当然也看每个人学习能力 像以前在公司的话 你要变成祭司 一年就可以通过那个祭司的考试 可是你要真的可以把店里面的服务 或是像这种回修的经验 全部做好 其实少说也要两年三年啊 差不多 或是最稳定的一个状态 但是持续都要学习 因为脚踏车的东西很困难 就是他每年都有新品出现 然后一个新品出现 他的调整的方式都不一样 所以其实也没有一定 因为就算是很 你资深的祭司 他们每年一直都在学 新的东西啊 不然他们应该很快就 东西会出现那种 调不好的状况 但其实会很崩溃 所以其实都一直在学习 不一定说 你真的有办法 在短时间内就做到 什么样很好的状况 不太可能 嗯 快完工喔 最后还剩靶带 对不对 靶带还没穿 等一下换这个靶带 有点骚包的靶带 好了 现在要更换靶带啦 缠靶带 安装完成啦 搞定 哇 真的是很烧包的颜色 好 今天终于把车子搞定了 非常感谢 5am workout studio 我要再开一个品牌 叫5pm 5pm 下午5点干嘛 5点干嘛 因为我早上都爬不起了 哈哈哈 好啦非常感谢你们 谢谢 明天见 好明天见 明天见 拜拜 你10圈 你10圈 说到做到 好说到做到 拜拜 拜拜